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win Wong 哈喽 大家好 我叫Eric Wong 我是在2012年 然后Eric老师在2013年开始经营Airbnb 那么在4年过后 也就是2016年呢 我们开始投入了Airbnb的教育培训 为什么我们做这一块呢 因为当我们在做这短租 在这个市场的时候发现 其实那个竞争是蛮恶劣的 而且也很多都是恶训循环的东西 那根本没有一个平台 或者一些良好的教育者 去经营这些Airbnb 那我们经了4年过后呢 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也需要一些平台 或者一些联盟 来把整个行业的东西拉起来 而我们的宗旨是 我们不希望每个人 学生来缴费来上课 都变成一个消费 其实蛮多人呢 都对Airbnb很好奇的 那首先一想到经营Airbnb 可能大家脑海里面 就浮现一个很自然的东西 好像很麻烦哦 如果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会经营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他拿到的回酬 是称正比的 首先Airbnb 因为我们是用天的方数来出租 用天跟月来相称比的话 那当然拿到的租金也是更多的 如果你要经营民宿的话 你屋主屋子里面的整洁度 美观跟装修布置都要下一番功夫啦 而这些东西会带给你以后出广告 在Airbnb这个平台吸引人家的眼光 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很简单 要只能成为一个Airbnb房东呢 你只要有一个空间 甚至只是一个sofa bed 其实你就可以上架你的房源 第一个我们可以出租entire home 就是整个房子出租给一个guest 它full of privacy 来住完整个房子 它完全是享受整个空间 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private room 它是可以住在我们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 那第三种呢 我们叫做share room 它可以来入住我们的房子 里面的房间的其中一个床位 甚至只是一个sofa bed 所以在马来西亚你要经营Airbnb的 其实它门槛很低的 重点是你没有房地产也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们可以租用别人的房地产 把它变成自己的Airbnb 在经营Airbnb上呢 地点是非常重要 跟你去买房产是一样的 地点地点地点 而在于我们的分享会里面呢 我们会share给我们的学生 20个选择黄金经营Airbnb的地方 第一个众所周知 你要坐在旅游景点区 第二你可以坐在商业区 就像bangsa sao 商业活动多的地方 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会导致人家需要去那边找住宿 过月去处理一些事情 第三个比如说是一个医院 可能很多人误会 医院的人已经要进去医院的朋友 怎样要住民宿呢 那你不要误会 去住你民宿的人 不是这间要送去医院医病的人 是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朋友 或者是轻状况的病患 他们去做治疗 可能在医生的要求下 10天他要来5天 每个一天要去做一个治疗 他会去他家的地点是太远 可能他在附近找一间民宿来住 国门开放过后呢 就会有点类似 像当初我们封城 然后不能够跨走过后的 本地报复性旅游潮这样子 大家还记得吗 2021年的年尾 9月份开放过后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民宿业子 有三个月的super peak season 那三个月的成绩 有一些地方 甚至是生意还好 过我们2019 2018年那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是报复性旅游嘛 那国门开了之后呢 其实这个报复性旅游就变成 国外的旅游 旅客的报复性旅游 但是因为国外的 他们的国家政策 还没有松绑有一些 所以导致到他们 可以来马来西亚不用隔离 但是他们完了之后 回去他们的国家 他们需要隔离哦 所以要等到他们的国家松绑过后 然后陆陆续续的这种外国游客 才来到马来西亚这边 所以我们保持很乐观的态度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相信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都是属于这种国外游客的 报复性旅游潮 因为每个国家开放的时间 都不一样嘛 所以如果你要经营民宿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黄金时刻 快点去用你的房 控制的房产去拿到更高的回酬 去迎接这个马来西亚国门开放的这个时刻吧